大家好 最新的一个情报显示 中国的无人艇已经装上了有源相控雷达了 还有防空垂发的反鱼雷这些系统都一应俱全了 这是中国无人艇 等时大量装备中国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首次曝光 宙斯顿系统那样的相控雷达都是大型军舰才能装的 比如万吨大驱 阿里伯克级的 日本金刚级等等 最小最小也就是像俄罗斯这个22800 这个形的一个小型的导弹舰 排出量也是800多吨 但是现在已经曝光照片是中国已经在20吨的无人水面战舰 战艇上 战斗艇上装了一个相控雷达了 安装了锤发系统 还有反潜鱼雷管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绝对是什么呢 中国这个已经把这个技术吃透以后 准备把它白菜化 就是把它让它普及化 20吨的无人艇 这是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公司 本周在南非举行的非洲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上展出了一款 这叫JARI 无人水面舰定 排出量仅20吨 而且是武装到牙齿 手艇 停手是一门30毫米机关炮 两枚反坦克导弹 还有两套四连装的新型的锤子 小直径的锤子发射系统 可发射近程防空导弹 上层建筑上安装有源相控的一达 四面天线立阵 还有光电探球 两架还有单管的反潜鱼雷发射管 尾部一个卫星通讯和数据链天线 就可以说是对空对海面对浅 全部都包括了 武装到牙齿了 展会上的信息显示 该艇并不是单一个什么模型 而是已经造出了石艇了 并且在今年初要进入海市 该艇未来将装备我军 并作为外贸产品投放国际士 大家可以看这个信息 这种重装型的无人艇 还有有源相控的雷达 这样的杆直端 可以看到它几乎是未来海战的一个 我觉得是未来海战一个雏形 无人艇在前方 给自己的军舰作为探测 触角作为探测用 然后进行攻击用 等于是中国舰队未来的防空识别圈 要再扩大 由于有了无人艇的存在 好处就是它布置在舰的四周 所以这个有源相控雷达 布置在舰艇的四周 它可以全方面感知 可以作为雷达的 雷达哨舰 就是预警的作用 防空节点作用 一旦发现有敌人战机 或者反舰导弹来袭 可以使用艇上的防空导弹 及时就可以拦截 这样的话就无形中扩大舰船 舰队的防空圈范围 刚才讲 没有打 舰艇没有把敌人的防空 来袭导弹 或者是来袭的战机打下来 也可以提到预警作用 就是你发射了一个防空导弹 那么你核心的有人舰艇 发现自己的触角 哪一个触角 无人艇受到攻击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明确哪个方向 是有敌人方向来袭 所以做到预警的作用 这个是有利于远程防空导弹拦截的 提前预警 远程防空导弹就可以立刻发现目标 进行拦截了 该艇同样是可以作为沿海基地防御艇 在近海进行反潜 对吧 反渗透作战 包括美国的各种的渗透作战 包括游戏队形式的 美国最擅长就是海豹 把它煮熟了 把海豹煮熟了 有这个艇在 海豹就是被煮熟的海豹了 所以这种反渗透作战任务 有这个艇在 我可以24小时全天后的跟踪 这个海面情况 然后直接判断反潜 对吧 可以反潜 海豹一般都是从潜艇上发出 那个潜艇不会 不会离陆地很近的 这个时候我这个无人艇作用就在这 所以中国的水面 无人艇这个技术 现在是突飞模拟 而且进行了组网 无人艇之间的组网来配合 加上自己的未来的AI计算 这个算法一旦应用上去 它可以自动形成战斗组 然后模块化组合 与这个有人艇配合 将组成这个杀群 像一个杀群 或者叫风群 空中的无人机叫风群 咱们这个海面上叫杀群 可以算一下 如果这种杀群 大量组合 计算你航母编队 对吧 面临我这个阿尔敦的这种水面舰艇 你也是没有办法击败 很有可能对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都会带来致命打击 中国这个最新型的阿尔敦的带有缘相关雷达的 包括锤发系统 包括反潜鱼雷的 这种阿尔敦的小艇 我觉得这是未来无人艇发展方向 中国马上就要列装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就是中国在无人艇这个方面 无人化海军这个方面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 这是对美军的 sample 那么对美军的航母战所 就是中国的海军章 在家里面和海军的相关 都会被一流云 但这种玩家里相关自己 在外面和海军里面的流云